今年初两名台湾留日女学生在日本遭到杀害 而调查报告已经出炉了 确定张智阳的杀人动机是单恋 而当时凶贤持刀刺杀林止盈之后 再杀害打电话求救的朱立杰 不过被害家属就抱怨了 到现在都等不到对方家属的一句道歉 而现在又因为相关的法令规定 境外遇害的两名被害人 是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的补偿 让被害家属非常无奈